保良局宇村小學這裡 早上到現在人流一直比較稀疏 站外都沒有出現過人龍 而這個站最新的投票率是大約11% 略略高過整體投票率 而幾個星期之前 這個票站和附近的中大校友會聯會 陳振夏中學的票站 兩個票站的投票通知書 調轉了寄給選民 兩個票站的距離大約是7至10分鐘的路程 早上訪問了不少年長和行動不變的選民 他們都行錯票站 說沒有收到新的投票通知書 要他們白行一趟 當中不少都是長者 他們就批評安排混亂 又說由於他們腳痛和本身行得慢 來回兩個站都要行幾個字 甚至是半小時 其中有一位婆婆就說到 行這段路要她休息三次才行 質疑為何政府不在兩個站沿途 無派工作人員指示他們正確的票站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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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